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推背图第49项 在开始讲推背图第49项之前 老师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观念 就是说 很多人在老师的一个历届的推背图里面 都有很多的讨论 这都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无论你有任何想法 其实对学术上的讨论都是一个很正面的状况 老师这边稍微强调一下就是说 推背图它是一个秤言 秤言意思就是说 他把未来隐含在这些文字跟图片里面 用隐含的方法来跟大家讲 所以说他解释的方法是很多很多元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推背图他的一个历程来讲 我们之前有说过 好,新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推背图他的历程 他可能在中间过去在早期的时候 他可能是50年100年 甚至150年到300年之间 他才会更替一项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一个农业的时代 社会变迁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在平均寿命你只有30岁的一个古时候 你跟我讲是说 你到100年是很久的时间吗? 是很久那是三代人的时间了 过去的一个百姓 他的平均寿命 其实从25岁到33岁不等 不是像现在这样 人生其实已经不是古来西了 人生其实是满街都是了 这个各位要去明白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 两三代甚至是五代以后的一个变化 他们认为时间很长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跨朝代的一个称延图 但是其实推背图他是一个 毕竟是在我们这个异学里面 他是一个称延的形式存在 所以是说 他的组成并不是单纯的 只是平铺直竖的叙事 他会有一个什么 类似像我们在做命理也是一样的事情 他会有阶段性的 会有一些调和性的时间出现 这在我们的命理里面 尤其在八字里面 我们可以称作为调后跟通关 意思就是说 每一件历史的大事件 他做预测的时候 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突然发生的 一个天风地边的变化 他都是会有什么 他是会有一个起因 起那什么起承转合 他是有一个过渡起的 说到一个大世界 他开始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前面会有一个承接起 然后接下来就一个转折起 然后再下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变通起 那再快一点 他也不会是两个大事件接连出去 这个有 这个是比较少的 这个非常少见 然后在整个五十 这五十八项 有叙事的里面来说 这个状态是非常少的 大部分都还是会前面 至少有一项 他是一个承接期 承接之前的问题 无论是战乱之后 或是即将战乱 或是这些一些纠纷 或是你这个和平承接的时间 都会在这个时候会去先叙述 而第四十八项 他其实是承接第四十七项 好 就是说你在那个乱世之 在不是说乱世 这人类灭亡之后 我们承接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所以是说呢 他会有一个建立的一个过程 而第四十八项呢 他就是一个什么 他就是一个成熟期 就是说开始熙熙攘攘 对不对 开始是说 我们在毛五之间呢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人口也开始大量的繁衍 我们的工业也大量的进步 他就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一个过路期 承接是承接 再来是说第四十七项这种 我们是一个承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然后开始做一个转折 那在第四十八项呢 然后就是开始看到这个整个变化 而第四十九项呢 他其实跟第四十八项 是有连带关系的 他是为下一项去做铺路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谈的第四十八项 各位要去知道 他是一个过渡项 跟第四十七项一样 所以我们之前是跟第四十七项一起讲 只是因为后来发现有杂讯 所以老师就把它剪成第二片 然后今天我们把它讲完 那第四十七项 我们看图就知道第四十七项 他的一个甘之是走仁子 然后仁子 仁子这一柱 那他的卦象是昆下昆上 昆为地卦 这个地方就有意思 为什么呢 各位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点命理的话 你会知道天干人他是属水的 地支子他是属水的 他是属老鼠的没错 但是他的五行也是属水的 所以说这一柱是什么呢 是天干野水 地干野水 他是一个还原子水 他是一个非常澄清的一大个水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圆建干孙师 他就把他排成了昆下昆上昆为地瓜 就是什么呢 也是昆就是土 土的元素 你土元素就跑来克掉了水的元素 那大家我们要知道这件事就是说 这个时候要发生大事情 他可能就是一个预备期 任何事情都是他有一个前面的一个铺序 而这个图我们看到他是有很多刀 然后很多刀 那这个时候要去注意 这个刀是八把 八把之外呢 他的刀尖大部分都朝同一个方向 也就是他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一个西方 指的是一个西方 那是不是真的是西方这个意思呢 这不尽然了 就是他一致对外的意思 代表是说呢 这一项出生的事情 并不是人类之间的战斗 或是人类之间的一些耳鱼我诈 在过去各位可以发现一下过去 有兴趣上网找 其实都找得到 过去的像你发生一些争斗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他们是对立的 或者是一个追击的 或者是跟随的 但是这一项不是 这一项是一致对外的一项 他说刀口都是对外的 没有敌人看不到敌人 也看不到自己 这个地方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而他的称约是什么呢 他的称约是 三股少人口 欲缴施其嘲 这三股少人口 他这个少有很多种意思 比如说他是减少 或是他本来就是西少 也有可能他是少人口 就是他很年轻的人 那都是年少嘛 就是少人口 但是欲缴施其嘲 这两句话一起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老师这边解的意思 从他的图跟之前跟之后我们解出来的结果 是指的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一个边郊地区 人口开始的急剧的减少 就是说他从 因为我们的一个居住习惯 一般来讲都从平地 然后慢慢的去外扩 比如说我们有中原 然后开始往外 然后开始去平地以外 去山丘上去生活 但是人的话 每个人都想在平地生活 为什么 平地的生活 第一个你的生存风险最小 而且就是你的农作物的 耕种的成果会最高 那也比较容易风调雨顺 也是说我们建立城邦交通 是很重要的地方 你要有好的交通 好的粮食 那么你的国家才能发展 对不对 所以说刘备为什么 因为刘邦 要说刘邦 他为什么会一开始先退居到汉水这地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 他是有什么 有很多的农作物 所以说他可以有他的 补给的空间 那么刘备他为什么也要进入汉呢 因为他本身也是中山晋王之后 知习伴侣之徒 所以他躲在那个地方 第一个有天险之外 当然第二个就是说 他那边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补给 因为他们农作物是比较容易取得的 所以一般来说 也从平原地区慢慢才会扩到 扩到这个山地的部分 那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说他商务开始少人口 就是他可能是指的是减少的意思 就是从外围 人类的外围开始说 人口开始不断不断的减少 那人口减少了 那当然你中央一定会发生说 这个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百姓 城市开始逐渐的消失了 我们抓不到原因 对不对 甚至可能连尸体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一项里面 连个人都没有 他只有刀而已 所以人是消失 几乎是消失不见的 突然就是空城掉了 那这个怎么办呢 你要去搅他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搅 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对手在哪里 他到底是外国的人 还是说你是天上掉下来 都不知道 因为你完全看不到 这过去在中国大陆上面 我们还是有看到很多外族入侵 无论是匈奴 突竭 或者是大使 等等之类很多不同的国家 是不是 你要进攻过来的时候 他会有长长的一个补给线 有军队 所以说他一般来讲 你不可能是说玉角士奇操 代表说你这个要去打 这个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你要去搅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这个图的 这个图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刀代表就是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他一直对外 但是他也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当然老师姐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发现说 有没有可能是说 这个时候并不是是说你完全找不到人 而是这些人是不是被疾病 被疾病 你大规模的你灭春了一个状态 十四九空的状态 这个状态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的 就是说发生大型瘟疫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十四九空 今年是2024年 老师讲这一项2024年 我们回想到2020年 很多地区是不是 虽然不到十四九空 但是也是风声鹤唳呢 各位疫情的时候 相信我们都一起度过了 应该是 还是鱼气有蠢吧 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时代 但哪里都是一样 所以是说就发生了就是说 你大规模变少了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为什么减少玉角士奇潮 那就是他比较不可能是说疾病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有刀 里面有刀 而且包含下一句讲到的东西 他就比较不可能是说疾病的问题 那有人一定会想说 是不是外星人开始抓人 这个不一定 我们等一下解开看就知道了 所以说下一句就是什么呢 下一句就是帝王称帝兄 纷纷是英豪 为什么帝王称帝兄呢 在我们所有的一个政治体制里面 帝王永远是高高在上 无论你是英皇 还是俄罗斯大帝 还是中国的皇帝 对不对 还是美国的总统 任何的一个地方 或是总理之类的 你假如在这个领导者的位置上 那么你就是不容易让别人所接近的 是不是 你怎么可能跟他一起称帝兄呢 对 选举的时候 你没上位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家人 选上的时候 对不起 你看旁边站 老子我的身份就是比你高 说帝王为什么要称帝兄呢 称帝兄的原因就是 现在人类的面临到的问题是一个危机 是空前的庞大 而且这个危机是不断的加深 因为人口一直不断的变少变少 从外围开始往内圈去蔓延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全民皆兵的状态 需要全民投入一个状态 来找出我们人类的敌人到底是谁 到底他在哪里 他是怎么样让人类消失的 就算你是晋级的巨人 你好歹也得在旁边奔跑过来给我看一下吧 无论你是骑行种还是什么种的 对不对 你总得跑过来让我看到你是巨人吧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只能是说我们全民皆兵 连领导者都得跳下海来 所以说我们纷纷适应好 我们全部的人都要手牵手心连心 来一起抵抗这个未知的一些对人类 以示夫妻大的影响 而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对人类是不是能够抗拒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看到颂约 颂约 颂约他写的解释是比较有意思的 是一个或人口内体 分南分北分东西 一个或人口内体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什么呢 各位你要去看 这个他的断句是一个 然后或人口内体 我们把它翻了三个地方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这边有一个人被抓住了 为什么 因为人在口中内体 就是人在口里面了 你才知道内体嘛 对不对 所以人在口中了 你是被抓出来了 一个人被抓起来的 那个人是帝 因为体是口里面的人是皇帝 所以说代表是说人类的领导者 在这一场战争之中 不断的 你一个被抓住了 第二个你在上位的时候又被抓走了 所以说你御脚也施其操 你帝王称弟兄 你一整个混集在里面 但是你脚一出来 你立刻就被叼着 一个一出来就立刻就消失掉了 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 而分南分北分东西 这个意思其实跟图是呼应住的 各位你看 分南分北分东西是不是四方 你这个四方 那你一定有四正方之后 你有四偶方 等于是说八方 你所有的地方 都围剿的你 分南分北分东西 你八方都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人在哪里 然后这八把刀意思是说 我们面对了八个地方 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问题 所以是说 这个问题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秦朝 秦朝是我们中国的意识上 第一个王 一个皇朝 就是说皇帝 一个皇帝 他叫死皇帝 那秦二世的时候 那个因为只因他的一个腐败 造成了赵高乱政 然后导致了 那个陈胜吴广 项羽刘邦 开始开始逐入中原 所以是说 他开始慢慢打进去的时候 赵高就觉得 我们现在人口已经不够了 领地也大部分失掉十之八九了 所以说我们要降格 怎么样 从皇朝变成了一个 从帝国变成了王国 降格回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人口也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中原大地上 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区域 各位要知道这个推背图 讲的都是中国大陆这个地区 不会是其他地方 因为这个是中土思想 中土思想在秦业里面 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把握住的 只有在整个中国大陆上才叫中心 其他地方都是外面 好不好 他是针对中国的秦业 所以说你看到网路上有人讲 这世界的趋势 那不对 这个推背图讲的就只有中国大陆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原地区 然后然后应该算是现在中国版图之内 都可以穿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分来分别分东西 无论去找哪个地方 我们都无法阻止这个问题 而且领导者也被抓走了 那这个东西就人类面临了一个绝望 而到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呢 各位我们要看到他下一个称约是什么呢 他叫六窑沾进文明县 旗步新罗日月旗 这六窑就是我们的易卦 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他每一个卦 然后有昆卫帝 然后帝水师 天水送 八八六十四卦 那每一卦都在我们的推背图里面都有出现过 但是他写不完 因为他只有六十项 但是我们卦六十四个 但是你扣掉了一个游魂卦跟龟魂卦 那其实扣掉 其实还是可以去 限缩在这个范围之内 而六窑沾进文明县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人类到最后你总算发现 我们找尽算界任何方法 找尽任何的一个管道 我们才发现文明界 文明界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才发现比我们更高档的文明跟种族 是我们这一次事件的主要原因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我们人类会去序幕 会过多的时候我就把它卖掉 对不对 变身口把它卖掉 变肉变毛 对不对 变皮 是不是 但是那不够了我们继续繁衍下来 而这个状况就发生了一些什么 就是比我们更高等的智慧生物 无论什么蜥蜴人 小灰人 没有 这蜥蜴人跟小灰人不再 他没有写出来 那老师 跟各位聊一聊 就是说 更高等级的文明 他其实是蓄意的 然后开始 帮我们看种族变那么大之后 然后呢 帮我们怎么样 开始减少我们种族的一个数量 所以说这个时候人类才领略到 我们不是高等的 最高等级的智慧 而不是 其实是比我们更高等级的智慧 为什么呢 因为文明一见之后 后面又开始发现了 有旗部星罗日月旗 意思是什么呢 才发现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们地球只是一个小点 我们整个宇宙里面 还有众多的文明 要必须 我们要必须跟他去相处 而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 其他文明对我们的一个伤害 这个伤害也有可能从地球里面涌出来 来重新占你这个地面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第48项 他讲的是人类已经开始 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而且人口生命丧失的 非常的数量之多 当然 距离现在已经是不可考的一个时长了 你大概有上千年的可能吧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说 达到第50项的时候 各位我们就可以讲到是说 为什么会有受贵人见 那就是说野兽的命比人还贵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就变成是 其他种族 跟我们种族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地方 这50项的时候 我们再来就讨论 所以说我们这两集 要我们讲到第48项 我们讲到第48项